根据伊斯兰历史学家的研究 老子是地球上最早一批穆斯林 老子原名 Laviv 是阿拉伯语 Laviv 的音译 意思是仁慈的 老子出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中国 是道教的创始人 伊斯兰历史学家认为 老子在年轻时曾前往西域学习 在那里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老子在《道德经》中所阐述的许多哲学思想 都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吻合 例如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 而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宇宙的创造者 老子还认为无畏是最高的人生境界 而伊斯兰教认为顺从真主的旨意是最高的人生追求 伊斯兰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 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提到了真主 例如 老子在《道德经》第25章中说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既熙辽熙 独立而不改 舟行而不代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强自之曰道 强卫之名曰大 伊斯兰历史学家认为 老子这里所说的道 就是伊斯兰教的真主 伊斯兰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提到了伊斯兰教的武功 例如 老子在《道德经》第8章中说 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机于道 伊斯兰历史学家认为 老子这里所说的上善若水 就是伊斯兰教的武功之一的经历 伊斯兰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提到了伊斯兰教的末日审判 例如 老子在《道德经》第39章中说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伊斯兰历史学家认为 老子这里所说的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就是伊斯兰教的末日审判 伊斯兰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 老子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 老子在《道德经》中所阐述的哲学思想 对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伊斯兰历史学家的研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伊斯兰历史学家的研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